好 國會焦點帶您來關注到 不曉得觀眾朋友你還記得嗎 之前不是有一度要來推訴衛生分證 只不過後來卻意外的喊咖嗎 那麼就在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的任內 他曾經來推動衛衛生分證要來上路 只不過2021年因為自安疑慮而喊咖 只不過當時的廠商是 求償超過10億元的價格 但是現在在工程會的協調之下 最終是拍板了2.8億 局部就2.8億難道現在要由全民 來買單這樣子的錯誤嗎 很多人是覺得不能接受 行政院長陳建仁 今天有最新的說明 一起帶您來聽聽看 現在已經達成一個協議 就希望能夠在2.8億以下 所以上次講的跟這次講的金額 是不一樣的 那對於這個數位身分證的問題 實際上它牽涉到 個人資料保護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會來審慎的研議 這個設置的這個情況 那到在2021年的時候 當時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顧慮 所以我們就是暫緩執行 這個數位身分證的情況 就是這個調解等等 需要我們數位部在技術上面 提供一些鑑定 或者提供一些技術上面的支援的話 當然我們都全力配合 不過我們目前了解到 這件事情是工程會在處理 可以聽到數發部長唐鳳是強調了 因為目前都是由工程會來處理 只要需要數發部幫忙的話 數發部一定會來盡力協助 尤其在資安疑慮這個部分 如果需要說明的話 他們也很樂意來協助 結果我們要帶您看到 另外一個焦點是 最近有很多旅客都要出國 甚至有很多旅客是出國完要回來了 不過這兩間都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淘機 大塞機 那麼也是因為這個難跑道 雷碎修的關係 也至於導致很多的航班 因此起降而延誤 不少人的旅程都受到了影響 有人甚至是盤旋了好幾圈 都沒有辦法雷降落 那麼交通部長王國才 也有最新的說明 他強調已經提前完工了 我們提前就兩天 在昨天晚上的九點 現在已經恢復雙跑道的 這一個疫情 那跑道維修是我們航案裡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因為淘恩機場 它本身是24小時營運的 所以它的跑道稅修 一定會影響到航班 但是我覺得在整個的 這次的影響 我們也做過一個檢討 比如說 交通部承諾會在做檢討 結果他們也講到了 這一次他們會來做通盤的考量 未來如果再遇到 類似的狀況之後 也會有最好的配套措施 不過他強調了 原本是要到明天 今天才能夠完工的 已經提前到昨天晚上 先把跑道給完工了 也因此他們希望 旅客能夠多諒解 結果時間焦點 也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在蘇丹紅辣椒粉的風波之下 那麼現在這個薛瑞遠強調 疑似是因為系統性的問題 稍待一會兒有最新 我們國會會隨時為您掌握 先把時間交還給朋友內